《混凝时间》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个版本 创作于大约1892到1896年 保存在英国伦敦的科涛德画廊 我们注意到画面上的题材和人物 似乎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只是两个普通人在玩指牌 他们相对而做 每个人只露出侧面 显得非常和谐而平衡 专注的表情也相互呼应 连手臂的形状也是对称的 类似的细节在画面中还有很多 不仅充满了平衡感 画面的质感也专严而写实 有种把简单生活 过得很有仪式感的意思 所以虽然最平凡 也可以最珍贵 下一集我们将欣赏 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 慧宁时间 法国巴黎